玉池香骑士玄机院孔明庙 日前举办孔明仙师祝寿大典 陈一元表示 玄机院孔明庙是台湾唯一供奉孔明仙师的庙宇 信徒也都来自台湾各地 由于孔明仙师不论是智慧或是处事都非常的贤明 所以也是非常值得我们来效仿 由于孔明仙师神威显赫 不少信徒不论家中大小事都来到玄机院寝室先师 而在孔明圣诞这一天 更是有许多来自各地的信徒到场参拜 也共同祈求孔明仙师能够庇佑地方平安 今天是很冷中 我也来参照 因为我一生就是信孔明仙师 跟他们主公 所以非常敬感 所以我们大家都有什么爱事 可以来庆祝 因为我带媳妇嫁女子 都都是孔明仙师给我帮忙 县员陈昭玉表示 孔明仙师神威显赫 不少信徒为求心灵平静都会到这里参拜 陈议员表示 新陈则灵 也祝福孔明仙师圣诞千秋 祈求地方能够风调雨顺 国泰民安 有时间的时候 来我们公民宙宙来收香拜拜 让我们公民宙师加持 尤其口气也好 还是说有政府要求出公民也好 心来正定这是最重要的 所以说一切为心灶 我相信大家有心则灵 绝对能够心想事成 然后大家能够逢胸化己 这是我们祈求孔明仙师 圣诞千秋最大的一个愿望 在信徒手持清香 祝贺孔明仙师圣诞的仪式之下 整个祝寿仪式圆满落幕 县员陈昭玉也希望 在孔明仙师的神威显赫之下 所有的乡亲都能够平安顺遂 记者廖坤队于此采访报导